我們現在看到是旅美選手侯玉博 在男子跳遠項目跳出了7公尺80的成績 是摘下了一面銀牌 那麼呢 這也是他代表台灣 參加國際賽的第一面獎牌 大雨中奮力一跳 旅美跳遠王子侯玉博 跳出了7公尺80的好成績 這跳不但幫助他摘下雅錦賽銀牌 同時也是他生涯在國際賽的第一面獎牌 我很高興 就是我來中國第一次比賽 可以拿到2nd place 首度披上國家隊戰袍 侯玉博就展現打獎之風 幫台灣跳出一面銀牌 上一次中華隊在雅錦賽跳遠項目 拿下獎牌已經是20年前的事了 這位長相帥氣的跳遠王子 在田徑場上用實力和臉蛋風靡全場 我今天是就是跟我自己講 我就自己做我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覺得很多壓力 中華隊連續兩天都有獎牌入袋 連續兩天摘下銀牌 突破上屆雅錦賽一贏一同的拳擊 同時也讓接下來陸續上場的選手 充滿信心要繼續攻佔雅錦賽的頒獎牌 有電 TV 許章 魏竹玉大陸武漢報導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